长者收股息 现在是星期三 3月13日 上午4点39分 那些美国股市 昨晚曾经是 栗子跌过 现在三只指数都升 栗子的道指都升三个位数字 200多点 香港的指数权重股 每个股都是每个开绿灯 比如亚里、京东 百度、理想 特别是理想汽车 升了8% 这些炒股 百度升3.9% 京东升4.9% 但是恒指 略略低水27点 也是 如果这三只参数 都是开绿灯的话 美股升 香港股权重股升 和恒指高水 开市的时候高开 几率是相当大 现在有一个参数 低水的话 这些股市 既然有这么多股市 计算指数的股市 都是升 再看汇丰 汇丰昨天 整天在伦敦 都是明星股 汇丰和渣打 都是明星股 汇丰在英国 在伦敦方面 升了3% 在这里 升了2.3% 我猜香港股市 都有一个相当大的 几率 开高 昨天香港股市 就升了 那些不好说 那些电视台 那些收音机 有什么狂说 这些东西 升上1.7% 但是我和大家分享 一个现象 就是A股在跌 举例 举例 我先看看 3988 香港也有0.9% 升的 但是A股 这里有个按针 A股 包括中行 建行 农业银行 所有这些 神话 那些 中移动 那些 都是在A股方面 跌的 举例 比如中移动 很多人都很惯 然后 中移动 在香港是平收的 67.5% 但是 在国内 A股 A股 跌了3.8% 很显著 大家记不记得 在今年年初 2024年的1月份 香港股市 跌得很陷 当时 A股 也不太好世界 三千点上证 三千点穿完 二千九又穿 二千八又穿 那样 曾经传说 中移动 国家队 入市 当时 故事就是这样说的 冰分两路 在国内 有国内的资金去买 接着 香港那方面 尤其是 境外人民币 又北上去买 曾经 试过 在香港 这些 大的 A股 收息股 跌 A股 是在升 那时候 我曾经说过 这些现象 究竟 这个国家队 买了多少 不知道 他又不报 你听 不需要报 人 但是 自此之后 在二月 中下旬 你会看到 国内的 交投额 漸漸趋向 一万亿 香港仍然 一千亿 加减 加减 多少 在那里 走 我有理由相信 今次 香港的股票 不受A股影响的原因 就是 国家队的钱 一直都没有碰香港的股票 其中 有一个 我推测的原因 就是 国家队在中国 因为阶段性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不是想推倒市 也修复了三千点 上证心理关口 所以 有些以前赚得好的 买落赚得好的 就要退市 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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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子弹收回去 所以出现了 昨天星期二的现象 很久都没有出现 A股在跌这么多 香港股 特别是中资人口股 仍然在升 包括油股 在国内的油股全部跌 2-3% 但是 这个上证仍然保得住 三千点 可能国家队 看到任务完成 便退市 轮流地退市 所以 A股三千点 应该是 都很稳定 但是 我不排除 如果A股 继续退市 2千9-2千8 国家队 再用这些子弹 此其一 第二 的想法 就是 会不会投资者 聪明了 开始看到 A股的差价这么大 反正收一份股息 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不买一份便宜的收息 如果这样 就会对A股的差价 造成一个慢慢收缩 慢慢靠拢的现象 那就不错 对香港市场上市 这些叫做 我不知道 中特股 中特股 你要有特股 才叫做 中特股 也没有特股 国家队 都不碰 香港 你想想 自己一厢情愿 A股和香港股 A股好 香港股好 我也试过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经过了昨天 我希望他们两个不要有关联 你有你去搞 你去搞 国内的A股市场 我们香港那些 这些叫做 AH 大赤收息股 就是保持自己的走势 我希望这样的情况 走下去 有可能 AH的差价 会慢慢缩小 我就不是太担心 因为中港的消息 和资金流向 就是很好沟通 一直来说 都不是太累 你有你跌 我有我升 很少的 很少的 但是今次就是 这样的情况 我就觉得 国家队在慢慢获利 在获利回吐 主要就是这样 我看影响香港的 这类的 AH大赤收息股 就不会很大影响 我就会看一会开市的时候 我猜他们会站稳 恒基地产 昨天就由头上升到尾 这类股升了3.7% 我觉得升得多了些 虽然这类股是好 它现在已经的RSI 就是接近特章的阶段 接近70度 恒基就是挺好的股 他们的生意營运的方式 都是挺有头脑的 可以这么说 找到个字 挺有头脑的 就是他们 你看他们买楼买楼 货物移出移入 接着又出炒楼的消息 又说有人一次过立24伙 他们是很积极的 角色扮演得非常称职 有个朋友就说 怕他借钱借得多 其实这样做生意 你有能力有信用 真的可以将借回来的钱 转化成为利润 或者转化成为收入 那你就不用担心借多少钱 最重要是有人肯借给你 地产公司借钱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 每一个大的地产商 自己都有借钱的牌照 借贷人的牌照 你想想多少 在买楼的借贷的乘数 很受监管的时候 有些额外的借款 发展商是可以借给你的 额外借一成给你 我当然不是告诉你 地产商自己借钱给自己 我就不会这么说 就当它在open market 借钱 即是在银行借钱 如果有人肯借给你 你又能够有能力将这些钱做生意 还到钱还到息 借贷是五大问题的 最大问题是 譬如有一家公司 叫做领展 都没有人拿支枪指示 他要去买楼收租 没有迫切的需要 他就选择不适合的时机 去四围去买货 接着又要还钱 还息 还到自己的贷款 腾鸡 供股 就是这样 他那些叫做借贷就不好了 他那些就是 虽然不高 也是不好了 他不能够将借贷的钱 转化成为利益 就是被持股人士 还要伤害他的股价 这些就叫做不好了 就算你借得多钱 你一时之间 情况有变 像过新世界那样 他要做些事 去息还债 人家就不喜欢 香港一般人的想法 就是不喜欢这样的 所以股价曾经受压 但今天反弹得非常 非常之两位 17日 17日 无论在业绩 无论在形象 最近这一轮的形象 都是差过恒基 但恒基今天升3.5% 他这个升6% 主要就是 之前有一段时间 他减了派息 然后接着就卖了余景 新城的铺位和车位 那些投资者觉得 要买货去还债 不喜欢的 但当投资者想想自己 我去买房子的时候 你是不是想借多些钱 是不是 自己信用不是那么足够 收入不是那么足够 银行的压力 测试说不借那么多 股价又低了 那你是不是想借多些呢 你借多些 因为你自己有能力 你觉得自己有能力 去努力工作 还到楼案 然后房子变成自己的资产 香港一般人 就是正常的想法 但他就是 借的钱较多 他要把资产卖去 理顺债务 那时不为投资者 所接受 就跌了 现在 当时跌的时候 那个 膠头量很高 我估计有很多人 洗倉出来 卖了去 到现在的情况之下 我小小想 咦 那情况可能有变 樓市可能有变 所以就慢慢 补回一些倉 所以令到 新世界的升幅 就好像 升得 好像几只日之中最好的 升了6% 这些仍然可以投资 适当的位置 当它有跌市 就可以买 这些是52周跌股 16号随正了 新鸿基随正了 也挺好 有得升 没得跌 今天遇到一个 这么好的升市 升五百多点的市 随正了 又不见它跌 仍然是收了分析之后 仍在低位整顾 这只股仍可以投资 但可以慢一步 就是它刚刚 随正了 有时间也未有消息 等它多些卖口消息 或者接近下次宣布业绩的时候 有色派的业绩 不是那些贵业绩 有色派的业绩 要等到两季之后 等一个多月 看一看大环境如何 买这些股 反正它也跌了 52周也是跌股 亚太卫星放了业绩 全年纯利2.38亿 增加2.6% 抹期息 就派14.5 其实这个标题 就是将一些好东西 告诉你 你听到 其实它的正绩 租卫星的转播 那些空间 那些 业务 那些正绩 就是低了11% 它能够有这个 顺利增加 是因为它的现金 拿去收息 或者投资 那些收益 就抵消了正行生意 跌了下去的现象 所以就是派14.5仙 14.5仙 14.5仙是少于上一期全年 譬如今年全年 比前年的全年低了2个仙 17仙减14.5仙 应该是2.5仙 少了2.5仙 所以这个减了派息 有可能 今天开市 就影响了 亚太卫星的股价 但是我在 降低的时候 买入亚太卫星 港股很坎坑的时候 即是开年的时候 我买入亚太卫星 我看好 2电1枚 1个卫星 为什么呢 因为中期有巴黎奥运会 所以有这些大型运动会 即是卫星转播的生意会好些 我是这样推测 所以现在照算起来 亚太卫星的息率就是9厘 也挺好的 9厘 再看看技术层面 现在它仍然是低位 打横走了很久 低位曾经最近暗暗地上升 我就在这些位置买的 那它现在就看看今天开得如何 开得如何 这股股继续有生意做 继续有生意做 暂时香港也没有什么竞争者 如果需要卫星电视多 它的生意正行 就会有收入多些 它仍有很多cash cash可以利用它来收息 不像领钱 糟了要还债 不如公股 我觉得不需要想这件事 它现在的RSI在中性 有9厘息比 跌低我就会买一些 我看看今天它会如何 中电就是挺好的 我话口未完 我说它跌低到63.5至63.5 那些很好买了 昨天说话口未完 它今天随着大师又升了2.28% 又是重拾65元的水平 跟随整的水平差不多了 沉了下来又升了 我觉得它现在又是高位整固的阶段 等待下一次又有息派的时候 这只不用等太久 这只每三个月派一次息 到时有些人 例如有些钱 想投资一些保守一点的收息股 就会想到这一只 所以两电 一枚一个卫星 今年都应该有不错的利息收益 还有有药杆的股价的收益 汇丰我今天看好的 因为在外围做得非常亮丽 这个汇丰 现在他计价 计算在港币上来 但59.47元 慢慢又逐渐向60元靠拢了 结了一轮 很多故事讲的 又说他有官司 又说他英国的经济不多好 影响他部分业务 这些是事实 但是沉淀了下来之后 那些投资者仍然觉得 他一只收益率 照算数 8厘 这个是不准确的 可能算多了一期 可能刚才派息的旗卡 多了一期 他现在起码也有5厘以上 但这只股 包括今年有一个特别股息 他又传出把阿根廷 巴西和阿根廷 南美洲的业务 放盘 把不赚钱的又继续卖 他这个方向是好的 是好的 加上渣打在英国各方面都会上升 我看这个汇丰 走势会改善一点 开始 这一轮跌了 这一轮 随正之后跌了 现在就几好 现在就去回 今天就去回59元以上 又在这个所谓高位 高位徘徊 随正之后徘徊 即是RSI又向下移 是一个不错的投资的机会 我看好这个汇丰 今天 这个古王英伟达 我不是说他还没炒完 他还没有炒完 他还有很多财企都还没移 比如测试 都还没移 今次 昨晚就升了7% 都是港股市的 是港股市 他说和甲骨文 大家 John Vancher 做一些和数据中心类似 有关的工作 甲骨文就买Database 大家都知道 不是储存设计的那些很高级的 譬如一家银行 想把客户的数据存在云上 就要帮助这些大公司 即是保安做得好 自己Database的Engine做得好 就会有很多生意 以及收得很贵 他现在英伟达 就说和他妈妈粉 做一些那类型的工作 即是在云计算方面的工作 AI式云计算 那类型的工作 所以这个故事 就被投资者接受了 升了7% 这个故事差不多 就是等同于当年 阿里做一下 这个电商平台的时候 突然又说要做 这个实体店 是个消息相似 最重要的是 投资者是否接受你这件事 这样的情况 就是做开心片 现在开始做另一样 我觉得还没炒完 去炒这只股 你懂得炒 以及懂得走 最重要的是 一旦失去别人的喜爱 这只股就会下跌了 盘后升了 0.78%盘后 我不懂得看这些字 盘前盘后 总之收市的时候 是升了7% 即是将大部分的跌幅 收复回来 小心 叫人不可以炒这些股 就扫兴了 对吧 但这些现象 我见到很多 在过往 有很多股 经过一轮 大升大跌之后 这一类股 这些所谓的AI股 有些股 就消失了 剩下来 剩下哪几家 现在都尚未知道 我反而 仍然是关注这些内险股 这一类2628的角售 因为它跌得多 低位回升 跟任何一类科技股 都是这样的类似 跌得多 然后 有些觉得它跌了 会沉迷一些价值 去买股 它升了5% 升得相当不错 但是它仍然是未过上一次的高位 如果推上一个高位 就是11个多 再推上一个高位 就是12个多 这只股 如果形成一个升浪 它都有相当不错的水位 去给你赚价 所以中国人就是我昨天的标题股 升了5% 恒基又升了接近4% 我的观察暂时来说 都是与市场吻合的 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本来我准备了5个52周升股 但是片段也太长了 而且不太适合气氛 来讲这些股 我看今天香港的指数 又可以开高多少 两位数字开高 因为恒基就低水 计价的股就是上升 一个红灯一个绿灯 但是加上美股的升幅 我想对科技板块 都是有少少趋化的作用 都会起少少 我看好汇丰 因为在外围做得非常之好 没有原因改变 没有原因改变 不是有什么基础的原因改变 它是之前跌了 主要是这样的 看好内险股 和汇丰 中国的中资人股股 其他那些大赤一些 已经升了 那些股 就看下A股 怎样影响到香港了 升了就升了 升了都已经 你喜欢走 其实挺好的 我现在这个局势挺好的 有些股 如果升了 自己不喜欢 最多就是赚少点 买了它 买其他一些 走来买一些跌了的股 都可以的 我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 都是那句 你能不能赚到钱 就取决于 你能不能够在低位的时候 去选择一些货去买 忍受着那种寂寞 忍受着暂时那种低潮 这样就迟少少 形势变了 或者别人的看法 对这些股票的底法变了 你就会有收取利润的机会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